大家好,这里是小倩讲故事 一天清晨,天空刚露出雨堵白 一个叫张平安的男子就已经做好了早饭 他看了看院子,对正在洗衣服的母亲许氏喊道 娘,早饭已经做好了,快过来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许氏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活 母子俩一起吃起了早饭 张平安,江阴县人士,父亲去世得早 只有母亲许氏与他相依为命 张家是普通的农户 靠租种地主的吉姆地过火 丰收的年景勉强能够维持温饱 如果遇到不好的年景 母子俩还要去挖野菜冲击 张平安是个有主见有想法的小伙 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种地要看老天爷吃饭 哪天老天爷不高兴了 他们母子就得饿肚子 况且家里没有田地 每年辛苦种出的粮食 要交一半给地主 这样的生活让他看不到希望 于是,他决定到县城找点活干 闯出一番事业 到了县城后 他才发现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自己没读过书 不识字也不会算数 会得那一点种庄稼的本事 在这里根本用不上 所以只能干些杂活 脏活、累活 不过张平安性格倔强 认定了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 哪怕前面荆棘密布 他也会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 他去酒楼当了一名打杂的伙计 平日里负责端茶地水 迎来送往 端菜上酒 擦桌扫地 反正掌柜的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掌柜的见他干活勤快 对他多有夸奖 对他经常往厨房跑的那点小心思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平安是有理想的人 当然不会想当一辈子伙计 当伙计辛苦不说 还挣不到几个钱 而酒楼当中除了掌柜 最能挣钱的就是大厨了 每天 张平安忙完自己的活 空闲的时候 总往厨房跑 给酒楼里的马大厨送些茶水 扇扇风 柔柔肩按按腿 唠唠家常 帮忙打打下手等 时间一久 两人变成了忘年交 马大厨见张平安勤劳 善良 懂事 比自己的儿子还贴心 就收了他当徒弟 张平安跟马大厨学了三年 已进了马大厨的真传 他拜别师父 回到镇子的一家小饭馆当厨师 张平安是县城大酒楼出来的 来到小饭馆后 自然是当了主厨 工钱要比其他厨师高一倍 生活也是越来越好 许是见儿子有出息了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眼看儿子都已经二十有五了 还没有讨个媳妇回来 他心里焦急 就去找了媒婆王大娘 委托王大娘帮忙给儿子介绍门亲事 王大娘知道张平安是个大厨 拍着胸脯保证 说张贤直的事包在他身上了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一天午后 饭馆里的客人渐渐变得少了 张平安终于可以坐下来 喘口气休息一下了 他端起了一杯茶 轻轻抿了一口 这时 他听到了后门 传来几声咳嗽声 张平安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他拿起了桌上的一个油纸包 就朝后门走去 打开门 一名衣衫褂褂蓬头垢面的老乞丐 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张平安将油纸包地给乞丐 亲切地说道 里面有两个肉包子 宁亚还是在这里 吃完了再离开 免得又被其他乞丐抢了去 这是小镇上的一名老乞丐 有一次老乞丐好不容易讨到点食物 转眼间就被两个年轻的乞丐抢了去 老乞丐年纪大了 腿脚不灵活 根本没有办法抢回食物 而这一幕 刚好被路过的张平安看到了 张平安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见老乞丐实在可怜 就跟老乞丐说自己在饭馆里当厨师 叫老乞丐每天午后来饭馆后门 自己会留点吃的给他 时间一久 两人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只要听到后门响起三声咳嗽 张平安就知道老乞丐来了 老乞丐感激地跟张平安到了一声谢 打开有纸包就要吃包子 突然 几个人冲了出来 有掌柜 有伙计 还有张平安的副手礼厨师 掌柜一把抢过有纸包 打开一看 见里面除了两个肉包子 还有一串铜钱 张平安见到这一幕心头一惊 心里涌现出无数个问号 里面怎么会有钱呢 在他愣神的时候 掌柜地指着他喝道 好你个张平安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好心让你当饭馆的主厨 工钱一文都没有少给你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看着一脸老实样 竟然干出这种偷饭馆钱的缺德够大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难怪这几天 总发现少了一些钱账对不上 张平安连忙解释 掌柜的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偷钱 有纸包里的钱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掌柜的怒道 现在人赃并货 而且还有人证 容不得你狡辩 伙计 跟他说说你看到的 伙计二毛说道 今天上午 掌柜你上茅房的时候 我看到张平安在柜台边待了一会 伸手悄悄拿了一串钱 指了纸有纸包里的钱 又继续说道 就是这一串 是用红绳子系着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张平安解释道 我看厨房里的食材不够 我想去找掌柜的说一声 我就在柜台那里等了一会 我根本没有偷钱 二毛 你既然见到我偷钱 当时为什么不去找掌柜告发我 二毛冷笑道 你要是立马把钱藏到别处 我去告诉了掌柜 要是在你身上搜不到钱 我得罪了你这个大厨 那我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我就去找了李厨师 让他暗中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直到李厨师见你刚刚把钱塞进有纸包 想通过这个乞丐把钱悄无声息地带出去 我们就立马去告诉掌柜 抓你一个人赃并货 让你无话可说 无法狡辩 李厨师也在一旁附和 说道 张平安偷偷给东西起盖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张平安并不笨 听两人这么说 就已经明白了 这两人在陷害自己 而且这事一定是李厨师一手策划的 他盯自己主厨的位置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虽然明白是两人搞的鬼 但是却没有证据 张平安只得继续解释 自己真的没有偷钱 掌柜喝到 够了 张平安 念在你这一两年干活勤快 给饭馆赚了一些钱 这件事我就不去报告官府了 不过现在请你被解雇了 赶紧离开饭馆 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张平安无奈叹息一声 与乞丐一起离开了 见此 乞丐有些愧疚地说道 是我连累你了 张平安安为乞丐 说道 这不关你的事 就算我不给你拿吃的 他们也会有别的办法栽赃陷害我 不过这种小人 不会有好下场的 后来 因为李厨师厨艺不行 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 掌柜地对李厨师发了一通脾气 李厨师怀恨在心 就找了伙计二毛 两人商量了一番 觉得这样下去饭馆迟早倒闭 两人就决定 晚上将饭馆的钱全部偷走 然后逃之夭夭 不料 他们的计划被掌柜识破了 在他们偷钱的时候 当场把他们捉住了 并将他们交给了县衙 等待他们的就是县衙的大佬 这是后话 就不讲那么多了 咱们继续讲张平安 张平安回到家 正看到自己母亲 许氏与媒婆王大娘 在院子里聊天 两人有说有笑聊得正开心 许氏见儿子回来了 高兴地说道 平安呀 王大娘给你物色了一个女子 是隔壁村赵瓦匠的女儿 娘也听说过这个姑娘 别人都说她长得俊屁股 大好生养 不少人上门提亲 人家都没答应 王大娘可是跟对方 讲了你许多好话 人家姑娘一听说 你是个大厨 就有意嫁到咱们家来 反正娘对这姑娘 是挺满意的 现在就看你是什么意思了 张平安一听 心中亦是欢喜 他曾经见过赵瓦匠的女儿 对方有些微胖模样也可以 正是张平安喜欢的类型 他拱手说道 孩儿没有意见 一切都听母亲大人的 许氏听后大喜 连忙对王大娘说道 他大娘 劳烦你赶紧跑一趟 把这事情敲定下来 王大娘却是没有急着离开 他有些不解地问张平安 贤侄呀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饭店应该没这么早关门吧 张平安不想撒谎骗人 就将自己被人陷害 被掌柜的解雇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王大娘一听 就有些为难了 说道 你虽然被冤枉 却不能自证轻民 不管哪个掌柜 都不会要手脚不干净的人干活 你的事情一传出去 镇上还有哪个饭馆 肯要你干活 人家姑娘是听说你是大厨 才怨嫁你的 如今你不是大厨了 这门亲事估计要告吹了 许氏一听 急了 连忙对王大娘说道 他大娘啊 还请你多多帮忙说好话 平安都已经二十五了 跟他一般大的发小 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张家就他一根毒苗 我这个做娘的心里着急呀 多么希望能早点抱上孙子 王大娘说道 我尽量吧 傍晚 王大娘来到张家 叹了一口气说道 对方一听说 平安不是大厨了 就摇头说不价了 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 好话也说尽了 可是对方心意已决 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唉 平安现在这种情况 找媳妇估计有些难了 许氏一听 情绪一激动 竟是晕倒了过去 张平安赶紧背许氏 去请郎中的诊治 郎中给许氏把了把脉 说道 你娘急火攻心 再加上以前操劳过度 早就有了影集 现在一起爆发 想要康复不是那么容易啊 张平安恳求道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娘 郎中边开药方边说道 我会尽力的 张平安背许氏回去后 煮了一碗粥给许氏吃 并安慰她说只是小毛病 吃西药慢慢调养就会好 自此 张平安每天在家照顾母亲 做饭 熬药 操持家务 无法外出干活 俗话说得好 有什么 别有病 没什么 别没钱 许氏这一病倒 将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 眼看日子刚刚好过几年 又要回到以前一穷二白的日子 一天 许氏对张平安说道 儿呀 娘这病总不见好 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钱了 不如将钱留下来 给你娶媳妇吧 张平安见母亲生着病 心里投降的全是自己 心中感动 泪水在眼眶打转 心想 一定要找最好的大夫 治好母亲的病 她安慰许氏 娘 你就放心吧 家里还有钱 你吃的药花不了几个钱 许氏说道 你就别蒙我了 家里有多少钱 我还不清楚吗 母子俩正说着话 就听到王大娘的笑声传来 王大娘一进门 就开心地说道 大妹子 你别那么忧愁 平安贤侄的亲事 又着落了 许氏一听 脸上露出了笑容 问道 不知是哪家姑娘 王大娘笑着说道 是县里留园外的三女儿叫刘婉儿 人家曾经在平安工作过的大酒楼吃过饭 见平安善良勤快 人长得也不差 就有一把女儿许配给平安 许氏听后 非常开心 连连跟王大娘道谢 王大娘的这套说辞 骗得了许氏 骗不了张平安 张平安根本就不认识刘元外 况且他家境贫寒 连赵瓦匠的女儿都不愿意嫁给他 刘元外又怎么可能 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呢 张平安一送王大娘出到门口 就问道 王大娘 你说实话 这是怎么回事吧 王大娘也不隐瞒 说道 你娘生着病 所以我只能减些好听的说 其实刘元外是要你入赘 刘元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 大女儿二女儿都因病去世了 现在就剩三女儿 所以就想找个赘婿 只要你答应 将来刘家的家产都是你们夫妻俩的 还会请江南第一名医 给你母亲治病 你母亲的病 咱们镇上的郎中没有办法 但对于人家名医来说 轻轻松松就能治好 我知道当赘婿 对于名声不好 你娘为了你操劳大半辈子 你难道不想救你娘吗 听吧 张平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为了救母亲 她刀伤火海都敢闯 别说当一个坠血了 别人要笑话就随别人 只有自己问心无愧就行 她对王大娘说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一是请刘元外 尽快请明医来给我娘治病 二是我跟刘小姐成亲后 将来有了孩子 希望让其中一个孩子姓张 以继承张家的香火 这个条件很重要 我是家里的独苗 张家的香火 不能在我这一带断了 我娘对这一点看得很重 我不想她病好后 再受一次打击 王大娘说道 这两条件并不过分 我想刘元外会答应的 果然 几天后 刘元外亲自带明医来 给许氏看病 顺便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期 两人商量了一番 决定下个月出发 就让平安与婉儿成婚 许氏经过了明医的治疗 身体渐渐康复了 当他得知张平安是入赘留腐时 确实很生气 不过张平安听说 将来会让其中一个儿子姓张 许氏的气才渐渐消了 同时他也明白 张平安是为了就自己才那么做的 所以也就不再纠结入赘的事情了 很快临近成婚的日子了 成婚后自己就会住在县城留府 就不能经常回来了 他想起了镇上的老乞丐 就买了几个肉包子 去跟老乞丐道个别 一间破庙里 一老一哨盘戏而坐 正是张平安与老乞丐 张平安将自己要入赘留府的事情 告诉了老乞丐 还说老乞丐在镇上如果混不下去 可以到县城去 他会跟以前一样给乞丐一些吃食 不会让乞丐饿着 老乞丐一听留府 手指就不停地掐算 片刻 老乞丐提醒张平安 此去要当心 小心新娘子 不要与新娘子刑防 切记切记 张平安见老乞丐一副 室外高人的模样 不由地笑了 老人家 你怎么跟街上算命的神棍一样 手指掐算 说话高深莫测的 刘家带神医救了我娘 对我家有恩 怎么可能会害我呢 再说了洞房花烛夜 世人一生中重要的日子 我怎能冷落新娘呢 张平安说完 向老乞丐拱了拱手 便告辞离去 老乞丐见他不愿听自己的话 喃喃自语道 看来当年之事 应该有一个了结了 很快到了张平安成婚之日 因为他是入赘 婚礼自然是在刘府举办 这天 刘府挂起了红灯笼 门窗都贴了大红喜字 仆人丫鬟也忙碌了起来 不过有一点奇怪 客人似乎少了一些 刘家是大户 刘婉儿又是刘家仅剩的千金 这天是他大喜之日 按理说应该大摆宴席才是 张平安虽然觉得奇怪 但他是个坠绪不好多问 几个丫鬟走进了屋 帮张平安换上了新郎官的喜福 簇拥着他前去拜堂 到了大堂 张平安看见新娘子 也在丫鬟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他见新娘子腰如羊柳 不胖也不瘦 心中期待 想看看新娘子长何模样 两人按照司仪的指点 顺利地完成了婚礼 两人被丫鬟簇拥着 送进了洞房 洞房中只剩新郎新娘 新娘子可能因为紧张的缘故 双手抓握着衣角 张平安也是生来头一次 心中意识有些紧张 他是男人 得表现得主动一些 轻声说道 娘子 我帮你揭开红盖头吧 声音很温和 新娘子轻轻点了点头 张平安心中激动 满满地揭开了红盖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绝美的脸庞 唇红齿白 张平安不由地看呆了 见他这副模样 新娘子羞红了脸 倾咳了两声 张平安这才回过神来 知道接下来 就是要喝浇杯酒了 他去倒了两杯酒 递了一杯给新娘子 两人喝起了浇杯子 张平安将杯子放好 觉得不能冷落了家人 就对新娘子说道 娘子 夜深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 新娘子一听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脸色变得有些白 张平安健壮 就上前抱起新娘子 柔声安慰她不用紧张 新娘子却是用力推开了张平安 含泪说道 对不起蟑螂 咱们不能行房 我不想害你 张平安一听 很是疑惑 娘子 咱们已经拜了天地 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为何不能行房呢 刘瓦儿抽气着说道 蟑螂 你真是死到临头而不自知 此时 张平安立马想起了 老乞丐对他说的话 忙向刘瓦儿追问 是什么意思 刘瓦儿一五一十地 说出了事情 原来刘家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刘园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一到了十八岁这天 就莫名其妙去世了 刘园外百思不得其解 就花重金找了一个 叫虚云的老道士来家查看 虚云道长颇有些倒横 他掐算了一番后 说刘家可能是得罪了高人 又或者祖先做过亏心事 所以刘家被一种 无形的力量笼罩 子女都活不过十八岁 刘园外就剩刘瓦儿 一个女儿了 不想她再出事 就请求道长救救刘瓦儿 道长说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以命换命 找一个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人 再在洞房中布置特殊法阵 让这人与刘瓦儿刑房 将这人的阳寿过渡给刘瓦儿 等这人阳寿过渡完 就会死去 而刘瓦儿得了她的阳寿 可以继续活下去 刘瓦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不忍心用别人的命换自己的命 所以并不赞成这么做 但刘园外坚持那么做 刘瓦儿没有办法 掌握生辰八字最多的就是媒婆 于是刘园外经过多方打听 通过王大娘 她终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张平安 之后就实施了这个计划 因为法阵设在刘家 所以张平安必须入赘 张平安了解了真相 她心想 如果刘瓦儿不说的话 自己肯定会一脚踏入陷阱 刘瓦儿在生死面前 还能如此善良 将一切坦白相告 这样善良的人 可怎么就短命呢 张平安看着刘瓦儿 这一刻 她从心底喜欢上了眼前这位女子 知道刘瓦儿很快就要死 她心急如焚 喃喃自语 这该怎么办才好 刘瓦儿倒是看淡了 说道 生死由命 张郎不必为我难过 这时 地上突然冒出一股白烟 把两人吓了一跳 白烟散尽 只见一个老乞丐站在那里 刘瓦儿吓得花容失色 脱口喊道 有贼啊 刘源外其实一直守在门口 听到女儿的叫声 立马就闯了进来 张平安看清老乞丐 连忙说道 大家不必惊慌 她是我朋友 刘源外妇女听后 才松了一口气 张平安赶紧问道 老人家 你怎么来了 老乞丐对张平安说道 你对我有恩 是个善良的人 我当然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啊 说完 又看了看张平安身边的刘瓦儿 笑着说道 你这女娃很不错呀 宁死不愿作违背良心之事 不错 不错 我看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张平安想起了老乞丐 在破庙里一副室外高人的模样 事情还没发生 就已经预料到了 当时就告诫她不要跟新娘子刑房 知道眼前的老乞丐肯定不是一般人 她扑通跪下 恳求道 老人家 你能不能救救我娘子 刘瓦儿见张平安为自己下跪 她也跪了下来 老乞丐将两人扶起 碾虚说道 我先跟你们说一段 你们祖辈的事情吧 她指着刘瓦儿说道 你家之所以遭遇现在这种情况 全都是你父亲一手造成的 原来当年刘瓦儿的父亲叫刘志 也就是刘瓦儿的爷爷 是一个穷书生 他屡事不地 家中又没有资产 生活穷困潦倒 新来的县令罗泽 见大家都是读书人 就帮了他一把 聘他为自己的失业 因此 刘志才有钱娶妻生子 生下了刘源外 当时的县城叫杨虎 是本地人 在县里的关系错综复杂 颇有势力 他自己贪赃枉法 还想拉罗大人下水 罗大人是个勤政廉洁的好官 自然不会跟这种人同流合污 他暗地里收集杨虎的罪证 好告导杨虎 有一次 一批官银被山贼给抢了 罗大人调查得知 是杨虎跟山贼暗中勾结 暗中给对方送消息 只是一直没有拿到证据 官银被抢 巡抚大怒 亲自下来调查 杨虎却抢先发难 说罗大人跟山贼勾结 才致使官银被抢 还说罗大人跟山贼勾结的书信 就在他的房间里 巡抚立马派人搜查 果然搜到了罗则给山贼的亲笔信 罗则大喊冤枉 说自己从来没写过这样的信 这时 刘志站了出来 说自己曾经偷偷见过罗则 写信给山贼 就去告诉了县城杨虎 巡抚见罗则的亲信师爷 都站出来指证罗则了 这人证悟证都有了 愤怒地将罗则推出去斩首 而罗则也明白了 肯定是刘志投靠了杨虎 同时模仿自己的笔迹 伪造假证 罗则死得冤 他恨忘恩负义的刘志 罗则死后到了地府 就向阎王爷喊冤 告了刘志一状 阎王爷也非常痛恨忘恩负义之人 就盼刘家生不出儿子 就算生出女儿 也活不过十八岁 因为刘元外当时已经出生了 所以这判决在刘元外的下一代生效 这才有了刘元外生了三个女儿 大女儿二女儿到了十八岁就离奇去世 刘元外当时年纪小 对父亲干的缺德事并不知情 听老乞丐这么一说 才明白事情真相 他也跪了下去 求老乞丐救救他女儿 张平安夫妻俩也跪了下去 一同请求 老乞丐说道 其实能救刘瓦儿的 只有张平安 他继续娓娓道来 原来刘志见罗则死了 担心他的后人会向自己报仇 就派了几个黑衣人去杀罗则的妻儿 幸亏当时有一个叫张一刀的捕快 他拼死挡住黑衣人 救走了罗则的妻儿 是罗家的大安人 这个张一刀 就是张平安的爷爷 几人听后 终于恍然大悟 老乞丐转了一个圈 变成了地府的判官 说道 我是地府的判官 只要张平安肯跟我到地府走一趟 请求罗则撤诉 阎王爷自然会收回判决 刘瓦儿也就没事了 张平安连忙说道 判官大人 我愿意跟你走一趟 判官手一挥 两人就消失不见了 张平安在地府见到了罗则 罗则知道他是恩人之后 已经娶了刘瓦儿为妻 而且刘至杨虎后来 并没有落到好下场 被钦差查出了贪赃枉法的罪证 刘家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所以罗则就跟阎王爷撤了诉 刘瓦儿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张平安回来后 夫妻俩恩爱有家 留园外也痛改前非 他们行善积德 经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 后来老百姓给他们家送了一块匾额 上面刻了四个大字 积善之家 本期故事结束了 喜欢小倩的故事就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见